单独解惑?那还了得? 江雪宁一颗心狂跳,几乎想也不想变道,不劳谢先生了。 既然落选之人都无疑问,雪宁便更无疑问了。 搅扰先生,实属冒昧。 谢威依旧看着她,真的不用。 江雪宁连忙露出勉强的笑容来,磕磕绊绊道,不,不用,真的不用了。 谢威这才淡淡地撤回眸光,道,既然大家都没有疑惑了,今日的考教便到此为止。 指望无缘为长公主殿下伴读的几位小姐,回府之后能继续向学,潜心读书。 有幸留下为长公主殿下伴读的诸位,今日过后便可收拾一番,回府准备两日,此后便正式入宫伴读。 我与汉林苑几位先生将在这几日为长公主殿下与诸位伴读,安排好接下来半年的课业。 从今往后,诸位便与我等师生相衬,望诸位也勿要松懈,既能此机会,半年后也当有所获才是。 无缘留下的暗叹一口气,留下来的则都是心头微微一鳞。 众人尽数公身,是,先生。 这一下都从殿中退了出来。 十二人参与考教,最终留下来八人,以萧书为首,分别是陈淑仪、姚希、周宝英、方妙、尤月、姚荣荣、江雪宁。 除了江雪宁丧着脸外,其他人多少都有些高兴。 周宝英小女孩心性,一高兴就忍不住,才刚走出凤尘殿,就首舞足蹈起来,天哪舞居然过了。 而且,谢先生一点也不像是爹爹说得那么严肃。 说话声音好好听的。 原以为入宫半读会很苦,这不还挺好的吗? 都怪爹爹吓唬我。 江雪宁心道,那是你没见过她严肃的时候,吓死人都是轻的。 方妙却是极其自然地走到了江雪宁的身边,轻力地挽住了她的手臂, 简直跟看恩人似的看着她,江二姑娘可真是个大好人。 我先前看见发下来的提卷时,就想把你抱住亲一口了,今早你让我看的书竟然都考到了。 如果没有江二姑娘指点,我今天想必也是被触落的命了。 姚蓉蓉也是勉强才过的。 听见方妙这话,她也低着头,怯声声地道,对呀,太谢谢江家姐姐了, 就好像事先知道要考什么一样,猜得太准了。 众人听方妙那番话还没什么感觉,可待听见姚蓉蓉这番话,心里就忽然微妙了起来。 萧叔走在前面,忽然回头看了姚蓉蓉一眼。 江雪宁瞳孔也是微微一缩,她第一次认真的思考, 这姚蓉蓉是真的天生不会说话,还是故意如此。 她打量姚蓉蓉,可对方依旧是软弱怯懦模样,连目光都不敢抬得很高, 叫人看了,觉着又畏缩又可怜。 方妙也把眉头皱了起来,直到,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? 姚蓉蓉顿时又色缩了一下。 方妙又不好说她什么了,莫名憋了一口气,在胸口吐不出来, 只好回头对江雪宁道。 不过江二姑娘也是真厉害,我们这这些人大多都是投回这么近跟谢先生接触呢。 你竟然还有胆子站起来想跟谢先生查卷,那会儿我可真是吓死了。 便想,万一谢先生责罚你怎么办? 江雪宁听着她话里的意思,只以为是自己找着了难得的伙伴。 可没想到,方妙下一句,变化风一转,笑容满面地道,结果谢先生可真是好脾气,完全没有要追究你的意思,和颜月色也就罢了,居然还说要单独为你解惑,真是谦谦君子。 能遇到这样的先生,我们运气太好了。 江雪宁,所有还未来得及出口的话,全堵在了喉咙口。 先前甚少说话的陈淑仪也难得表示了赞同,轻声附和道,我父亲说,谢先生为人处事,皆挑不出毛病,只是在置学仪式上是从不马虎的。 入宫之后,只需认真对待学业,想必谢先生也绝不会有意为难谁,是一位极好的先生,还说,若我能学着点皮毛,也不枉辛苦入宫这一趟了。 听着他这番话,江雪宁忽然意识到了一个自己以前从未料想过的困境,那就是,此时此刻的谢威根本还跟反贼两个字扯不上任何关系,既没有暴露自己杀伐果断的一面,也没有像萧氏一族,像皇族露出仇恨的獠牙。 在所有人眼中,他都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智者,一名德性持重的圣人,只有自己,一心一意地认为这是一个坏人,所以不会有人能够理解,他对谢威是何等的防备,忌惮,甚至恐惧。 当日曾宵楼下,谢威允诺那刺客说绝不伤阁下性命的场景,又历历在目。 可待那刺客一露头,见识便毫不留情地穿过了他的头颅。 而谢威对此一脸平静,好像自己先前并未对刺客做出任何承诺一般。 这样一个心机深沉,鬼诈之人,在已经对她有所怀疑的情况下,竟然很快就要成为她的先生。 皇宫偏偏又是个动辄得救的环境,她要怎样才能从这死局之中,全身而退。 只这么一想,江雪宁都浑身发冷。 走着走着,她的脚步便停了下来。 芳妙他们相互谈论着这一次出宫之后应该准备点什么东西再入宫, 正想问江雪宁会带什么好玩的,结果一回头发现没了人,顿时哑然。 哎,江二姑娘。 江雪宁站在那高高的宫墙下,竟是一动不动。 芳妙走近一看,才发现她面上竟是神情变幻,好像正在天人交战之中, 要做出一个十分困难的决断,不由吓了一跳,你没事吧? 江雪宁抿直了嘴唇,忽然抬头道,我要回去找谢先生。 芳妙瞪圆了眼睛,回去找谢先生。 江雪宁握住了她的手,肃然道,若两刻之后,我还未回养纸斋, 还请芳小姐一定要来凤尘殿救我。 芳妙简直一头雾水,刚想说你回去找谢先生能遇到什么危险,还需要我来救。 可江雪宁叮嘱完这句后,已经直接松开了手,竟是决然转身,提了裙脚,急不往回走去。 没一会儿,便重新绕过宫墙,进了凤尘殿。 谢威这时正卷了岸上的答卷,与其他三位先生说过几句话,便要往偏殿里去, 结果才一抬头,就看见了重新出现在殿门前的那道身影。 几位先生也都看到了,不由一正,迟疑着看了谢威一眼,谢少师。 谢威也没想到江雪宁竟敢去而复返。 他向其他人一笑,道,我留下来处理,几位老大人先走便是,等明日到了汉林院,我等在商议讲学的内容也不迟。 几位先生原本就不大想插手这教公主读书的事情,且也没看过江雪宁答卷, 只以为这女学生是要为哪个被触落的半读抱不平,躲还来不及,听谢威这般说,便都道一声告辞,从店中出去了。 谢威一摆手,工人们也都退了出去。 先前还有不少人的凤尘殿上,顿时冷冷清清。 谢威穿着道袍的身影,在殿上那半明半暗的光线中,显出几分拔俗绝尘的清朗,面上平静, 直到,逆二姑娘想问的恐怕不是别人的答卷,而是自己的答卷吧。 江雪宁是怕久了,心底烦有一股邪火。 入宫这件事,从一开始就在出乎她意料。 先是燕林横插一脚,硬让沈芷一将她的名字呈了上去,后是沈芷一去摆平礼布, 让她被拙选入宫半读,还交代过了宫中的女官,不与她为难。 到了谢威,她本以为该有转机。 毕竟此人别的不说,智学严谨出了名。 可万万没想到,她交上去那样一份不学无术又离经叛道的答卷, 谢威竟跟睁眼瞎似的让她过了。 姓谢的智学的操守哪里去了? 这一世的经历在渐渐与上一世重合,隐隐然觉着自己无法改变什么的愤怒, 渐渐压倒了她对谢威的恐惧, 也使她在这种极致的困顿之中生出了几分质问的胆气。 当下,江雪宁立在殿中,未退一步,近乎以一种逼问的姿态, 冷然道,世人都道谢先生圣人一封,智学严谨,除爱情外便是爱书。 可今日雪宁自知学识浅薄,答卷也不过一通瞎写。 如何答得比我好的离开,我这个一塌糊涂的,反倒能留下。 谢威淡淡一笑,命二姑娘不装了。 江雪宁不说话。 谢威只将她那一张答卷从案头上那一堆答卷之中起了出来, 拎在纸间,抖了一抖,才念道。 子曰,天生德与语,还追其如与何? 请以德自立论。 命二姑娘在答卷上写, 孔圣人与德与还追本无联系, 还追不能杀孔圣人,是还追废物, 砍树不砍人,孔圣人能逃, 是孔圣人和弟子见机快,跑得也快, 本是一语德无干之事,不能立论。 又写,谁言,还追不能如孔圣人和? 杀头,车裂,逃落,有的是办法治他。 或将孔圣人洗净撒盐,放入蒸笼,带其软烂, 或将孔圣人腌制果面,割入油锅,炸至金黄。 他声音极其好听。 只是越是好听,当他平静地念出这些字句时, 越是叫人后脑勺发凉。 江雪宁忽然又觉得那一点刚冒出来的作死勇气, 开始在他身体里消退。 谢威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几手的学生, 念完后,抬起头来注视着他, 我读圣贤书这许多年, 竟不知道孔圣人有这十八般做法。 那二姑娘怎么不连抹料生吃也写进去呢? 读书不见得学了什么道理, 于烹调一道,居然还颇有心得。 这话摆明了有点嘲讽味道。 江雪宁听得不痛快, 下意识便反驳道, 烹调知道,谢先生面前哪敢搬门弄。 一个斧字卡在喉咙里, 他忽然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下一直窜上来, 顺着几股直接爬到后颈, 让他一下打了个冷战。 坏了,这话筹不该提的。 谢威掐着那张答卷的修长手指, 有一刹的紧绷, 曲起的线条都似张满了某种一触即发的暗流。 然而仅仅是片刻便放松了。 他慢条丝里地将这张答卷平放回去, 只微微地弯起唇角, 轻轻地倒, 原以为四年前的事, 那二姑娘都忘了, 没料想, 竟还是记得的。 江雪宁浑身都在打颤, 想要跑, 可理智却控制着他, 让他两脚死死定在了地面上一般, 动也不能动一下, 强作镇定道, 是雪宁失礼, 一时胡言, 望先生见谅。 今日雪宁来, 却只想问明答卷一事, 还请谢先生道明缘由。 谢威把话说得很客气, 宁二姑娘的答卷看起来的确与寻常人不同, 想法颇为跳脱, 天马行空。 若是叫其他先生看见, 必不能叫二姑娘过了。 可谢某不才, 倒发现宁二姑娘也是读了不少书的。 匹夫见乳一句, 出自刘侯论, 匹夫一怒血见五步则出自战国策, 寻常规中姑娘可不读这样的书。 敢说孔圣人胡说八道, 原来宁二姑娘胡说八道的本事也不低的。 江雪宁心都量了半截, 谢威便重将那一答答卷卷了, 道, 虽都言朽目不可雕, 可谢某计为人师, 也得雕进去才知里头是不是藏了一段金玉。 宁二姑娘以为呢? 江雪宁上一世当了皇后之后, 尤其是与萧叔争斗的那段时间, 的确是任人真真读了不少书的, 就怕自己一招计谋算不过, 被人从皇后宝座上拉下来。 便是当年在宫中半读都不曾那么刻苦过。 人习惯了自己所知, 也就不觉得一些常挂在嘴边的话有什么不同之处, 是以方才抬杠答卷时, 才会毫无防备地以此作为论据, 来驳斥圣人言论。 殊不知, 正如谢威所言, 寻常女儿家谁赌这个? 她眼神一时闪烁, 绞尽脑汁地想为自己找到个合适的借口, 却不想谢威已加了答卷从殿上走下来。 到得她身边时, 脚步才略略一停, 静道, 你现在是在想, 要找到怎样的理由才能说服谢某, 不让你这一张答卷通过, 好逃掉半读, 离宫回家吗? 江雪宁见她近了, 不又退了小半步。 谢威却是一下笑起来, 若如此, 实在不必在谢某这里白费什么力气了。 一则, 几日之前, 令尊便以托谢某在宫中对宁二姑娘多加照顾。 二则, 烟柿子昨日来养我抄了一份提卷曲, 也请谢某好声教导宁二姑娘。 三则, 古人言吗? 滴水之恩, 永泉相报。 江雪宁下意识抬眸看她, 又是那种不妙的预感。 谢威眉目间一片平静, 一席青山, 有高山巍巍之鹅, 直到宁二姑娘入选半读也有几日了, 竟不曾听说过吗? 入宫半读名单的着选, 虽是由各家成交, 经理不着选, 可理不定的名单, 最终也要递到谢某这里过目定夺之后, 才能下发。 也就是说, 你的名字, 早从谢某这里勾过一遍了。 她若不同意, 任何人的名字都能从名单上划去。 这番话简直如雷霆落下, 瞬间把江雪宁炸蒙了。 居然还有谢威一份。 于是先前那个到底是谁要搞我进攻的疑惑, 彻彻底底得到了解答, 让她有一种近乎崩溃的了物。 原来不是谁要搞我, 而是谁都要搞我。 江雪宁整个脑袋一时都成了一团乱麻。 她想骂人。 谢威却静静地看着她, 目中掠过了几许深思, 突地一笑, 你这般不愿入宫半读, 是怕我杀你灭口。 Dow上的文章的窗户。 Tング是有些其他字的封明。 小时队的窗户。 还遇见了解答答答答答就在陆口。 唯一号读, 这 early用读力的手入读力的够。 这把握中的标力的手入尿? 学本因为没有胃确。